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再有新加坡游客的长途邦市在南北大道与托格鲁里相撞 16人受伤 首相德德斯里安诺尔今天会晤到访我国出席马来西亚文莱第二十二届领导人年度会议的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伯尔基亚 外交部表示这是安诺尔就任首相以来首次会晤文莱苏丹 另外安诺尔透露自己拒绝使用首相署提供给他的马赛地豪华房车 作为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制 首相解释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希望在他身上出现任何新的开销 并且一声作则传播新的风气 安诺尔表示他选择首相署内任何可使用的交通工具 作为日常出行使用 据了解首相署提议冲作为代步的马赛地S600型号豪华房车 是该部在安诺尔入住不成前购买 除了拒绝马赛地叫车 安诺尔也透露他不会翻新自己的办公室 也不会购入新的官车 因为政府的每一令吉都很重要 首相坦言 自己所领导的政府必须避免浪费 而这也是他想要传播的新风气 首相达德斯·安诺尔会在12月19号召开的国会县议院会议 进行首相信任动议投票 以证明自己拥有多数国会议员支持 水州大城兼公正党副主席达德斯·阿米如丁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以帮助解决组建联合政府合法性的争议 阿米如丁坦言 倘若没有在国会县意院 进行正式的信任动议 新政府提成的2023年财政预算案 也能被视为信任动议 因为按照国会惯例 如果财政预算案无法在国会县意院通过 意味首相是要地上辞呈 社委出任我国第十任首相的安华 除了只有新盟82个国席之外 也还获得了国阵 沙拉越政党联盟 沙巴人民联盟以及民兴党的支持 以组建联合政府 沙巴首长兼沙巴人民联盟主席达德斯·阿芷志志 让他领导新组建的联合政府 哈吉记指出 本次会面的目的旨在传达沙巴州政府和沙巴人民联盟对新任首相的支持 当被问及有关沙巴人民联盟国会议员是否会加入新内阁时 哈吉记表示 这场会晤并没有谈及内阁部长职位的分配 哈吉记补充 沙巴人民联盟的支持和加入将保障沙巴子民的生活稳定和福祉 新任首相阿诺日前表示 沙巴人民联盟的加入意味着新政府已经掌握三分之二多数议席的执政优势 由科业部推行的大马技术奥运计划成功吸引约103万名 年龄介于7岁至30岁的国人报名参与 这项活动的主题为连接 竞争 成功 既在培养年轻一代对科技创新的精致 科医部秘书长达多阿密诺店指出 这项活动包括以五大主题为主的32场比赛 设计的领域包括科学 工程计算及微计算 物联网 机器人 无人机 数学 创意设计与动漫 以及三位打印与开发 它是在2022年大马技术奥运计划 闭幕仪式上这么表示 在马路甲 一辆载着新加坡游客的长途巴士 在南北大道往北方向行驶途中 与一辆托格罗里相撞 导致16人受伤 而在霹雳 一个乌翼家庭共乘休旅车前往野餐 不料回程时 轿车在急转弯处失控而坠入30公尺深谷 一家四口受伤入院 来看一组简讯 今早清晨近四点 一辆载有27名新加坡乘客的长途巴士 在南北大道往北方向第179公里处 与一辆托格罗里相撞 事后 有三辆救护车 一辆消整紧急救护车 以及两辆民房部队救护车 也都到场救援拯救 野心金鸣城消整局势在3点57分接获投报 被在4点10分抵达现场 并使用约半小时控制现场 之后在清晨5点20分收队 在霹雳 昨天下午5点多 一个乌翼家庭在结束野餐后 乘车回程时在急转弯处失控 因而坠入30公尺深谷 主持地点位于河峰刮拉木路 靠近波斯刮拉木 河峰消整局在下午5点45分接获投报后 立即派员赶往事发地点 霹雳州消整局总部发言人相信 设施车子下山时在急转弯处失控 撞落深谷 靠近河流处 事后 一家四口送院治疗 其中一名男子脸部和腿部受伤 一名女子呼吸困难 另外两名少女蒙受惊伤 大马气象直向西马半岛 沙拉越以及沙巴 事物地区发布警告 即日起一连三天将出现雷雨 民众受促留意天气变化 下来有今天下午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过去星期六 伊斯基亚岛在短短六个小时内的降雨量 就高达一百五十五毫米 竟然出现洪水并引发山民倾泻 泥石流涌入当地小镇卡萨米桥拉 推倒树木及包围建筑 多所房屋受损 而且更有汽车被卷入海中 由于不少山泥及瓦砾冲去海里 因此除了有消产人员 在伊斯基亚岛的山泥清洗现场 进行清理工作之外 当值也派出潜水员到海里展开搜寻 事后 意大利政府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 并初步拨款二百万欧元 协助灾离重建家园 伊斯基亚岛是意大利的著名旅游胜地 每年吸引大批游客 岛上人口稠密 且有大量非法房屋 因此这次的事件 也再次触发 违规建筑犯案的争议 当地官员表示 违规建筑将被拆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没有失败 其他的艾迪斯 其他的电器 换个焦点 二零二三年的农历新年落在一月二十二号 这表示距离新年已经不远 本台IFM昨天为二零二三年台里主持推介 并公开首唱二零二三年的贺子歌曲 说新年好 各DJ与听众近距离互动 载歌载舞现场气氛热烈 IFM昨天在吉隆坡双利广场 举办二零二三年台里推荐礼 印刷台里回归听众 是IFM历年来的传统 二零二三年的台里主题为时尚 电台DJ们透过舒适 以及个性化的装扮 带出时尚感 我们二零二三年主播们是走时尚风 亲切风 而且是流行风 身为台里总筹的DJ敏敏表示 造型设计师本次精心打造 以吐出每一位主播的个性与气质 让听众眼前一亮 除了台里之外 IFMDJ也带来了2023年贺岁歌曲 说新年好 这首歌结合了时下流行的洗脑元素 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巧妙碰撞 并且已经在IFM官方社交账号 正式上线 好的 以上是这一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朱敏鱼 感谢收看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